针对儿虐事件 卫福部在昨天邀请了地方政府 来召开了检讨会 会后更是要求儿福联盟 跟双北市府在10天之内 要缴交检讨报告 民进党北市议会也要求加开临时会 请市长蒋万安亲自来说明 另外最近爆出了 监视企业者收会争议 民众党要求市长报告 对此蒋万安今天坦然面对 只说一切尊重议会的安排 周末没休息 蒋万安参加授业博览会 更新年遭留 但前一天针对儿虐事件 卫福部召开检讨会 中央双北市政府和相关单位 即便三个小时 最终还是要求儿福和双北市府 在10天内要缴交检讨报告 我想这样的要求是合理 台北市我们也的确即刻的进行了检讨 也提出了7加1的守护方案 所以这些我想我们都会将报告提供给中央 不只中央要就则 民进党也磨刀磨磨 不满蒋万安日前脸书的 公卿说北市议员连述成功 提案加开临时会 要求市主蒋万安也必须到议会说明 自己是公卿不是市主 这样子的言论也让台北市民无法接受 因为凯开就是在台北身亡被虐待 那台北市当然是市主 而国民党议员陈崇文 因监视器收贿案以200万元交保 前市长柯文哲再怒批议会财团勾结 民中党议员也加码要求蒋万安得好好讲清楚 我们尊重议会 我们都是以法议程序来编列预算 预算也都要送到议会来进行审议 台北市政府的立场就是尊重司法 物网物众 6月白联手猛攻正义缺失 临时会山雨欲来 蒋万安严正以待 记者回收人身体不动